因為玉琳先生要講我 我證婚人 我只是給他講幾句給憲哥 我去聊聊天喔 你還記恨 就我的爸媽就上去了 然後證婚人要來證婚了 然後不曉得怎麼搞的 憲哥不管講什麼我爸都聽不懂 憲哥一上去當然就要耍幽默嘛 不得了啦 然後我爸爸 因為我爸爸旁邊站那個丁國裡 他丁國裡那天穿一身暴露裝 超低胸暴露 然後憲哥一上去 大家好 我是吳宗賢 然後我爸跟旁邊丁國齡 吳宗賢是啥 好可愛喔 然後憲哥不管講什麼 我爸都聽不懂 一概聽不懂 可是丁國齡反正給他聽 我爸就聽懂了 所以憲哥那個時候 沈伯伯不得了 年紀一把 這個真的是 我媽媽在台下臉綠了 你什麼有乳溝沒帶溝 他在台上講 他就會問他媽媽就好 媽媽也在旁邊 一直要問丁國齡 丁國齡穿那麼低胸 我認識 你媽媽很聰明 都快鋪上去親胃了 我的媽媽 我們那句話成為現場最大的亮點 因為全場爆笑的 可愛啦 很可愛啦 因為我是遇到過那種主持人就是 他說的講話 讓我們…讓我們歡迎新人 進場 這是商禮嗎 主婚人 致辭 其實你講話 他整個節奏變得很慢 而且都有那些手勢 我看他手勢不對 這個手勢應該是在 對 上 神 對 歡迎主持 歡迎主婚人 家屬 把你介紹人就位 花 對 致辭 就是我整個我就說 他兼差啦 我就自己去主持 自己去幫他主持 那你後來有沒有去拿那個主持人的費用 沒有 沒有 他沒有錯 我後來沒有開高粱嘛 沒有 這不行 晨熙也當做主持人嘛 因為我有一個大學同學 然後他結婚的時候 他為了想省7千塊的主持 就是主持費 所以他就說那可不可以邀我去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好啊… 反正就是幫朋友主持一下 結果我還想說很花俏 當然要把那個戒指 要拿給他的時候 要先變個魔術 就Magic這樣子 所以那個戒指 是要先把他變不見 然後再變出來 那個戒指的機關 其實就是有一個透明的線 然後一直連接到這個戒指上面 然後我拍一下的時候 他會刷回去 可是我不知道 為什麼我拍一下的時候 那個線包沒綁好還怎樣 突槌 對 全場就最後 看到一大堆穿那種新娘的 禮服的 然後穿西裝的 就趴在地上 然後在那邊一直找戒指 那很不吉利耶 那不能戒指 對不起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那個機關 就在那個這麼重要的時刻 就失靈啊 跟劉強還沒有需要 馬力歐婚禮你還記得嗎 馬力歐 馬力歐婚禮也是個經典 這還滿新的吧 因為馬力歐 我跟你講他的婚禮很特別 因為馬力歐我們知道 他們沒結婚之前 他喜歡看那個日本的愛情動作片 他家裡收集了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他在結婚那一天 我跟你講不得了了 我們就直接 順哥他直接把他所有的愛情動作片 拿到台上 沒有 他去買了差不多500片 500片 對… 一袋 一袋 瘋了 當場銷毀 沒有 他來參加喜宴的人 都送一個A片 都送個A片 我們也會開玩笑嘛 對 那個時候我也在台上嘛 就直接拿上來 就打開 然後一人一片就開 一人一片… 那個長輩每一個他家裡還是軍人 然後怎麼拿一個A片給我 後來參加婚禮 整個尷尬 因為瑪莉歐之前很喜歡看 然後瑪莉歐好像 瑪莉歐也是常常主持人家婚禮 有一次我參加了一個朋友的婚禮 也是瑪莉歐主持的 我當場替瑪莉歐捏了一把冷汗 他直接說新郎我跟他很熟 他家要結婚 那個…新娘的那個前男友 坐在那個左前方那一桌 當場我跟那個威如兩個 還對看一眼說 瑪莉歐 當場是覺得很… 就覺得有時候這個婚禮主持 真的很重要 大根… 我是去參加我國中同學婚禮 然後我就在遠方在吃飯的時候 就看到他們跟主持人在那邊 竊竊私語 我說我想說幹嘛 後來我們就上廁所的時候 那個新郎就來旁邊說 等一下我們中間有個遊戲 上去比喝酒跟吹氣球 贏了有兩萬塊陷阱 我說OK啊 比喝酒吹氣球 這個對我來講很簡單嘛 後來他說你贏了… 來…太開心了… 尤其是你又是公眾人物對不對 突然他就放了一首 對 他就說好了 說來 現唱幾句 我一開始就說我不要 然後我就在台上 很開心 唱完之後 就很開心 大根再講幾句話 所有的能凹的 跳舞的 致詞的 唱歌都凹完之後 兩萬塊要給我了吧對不對 好 太開心了 來…紅包給你 拿下去看 兩百塊 對啊 前輩凹 OK啦 你也不是很大咖